加州一行新的法例 禁止司機將車輛停在行人道20英尺範圍內 以保障行人的安全 張敬鳳報導 由今年1月1日開始生效的 加州AB413法案 禁止司機將車輛停泊在行人道路口20英尺範圍內 這樣的話 好像這名男子的行人 就不會被停泊在路口的貨車擋住視線 並且要走出去 看看有沒有車輛經過 我們必須要看圖圍 但我可以看圖圍 因為這裡的車輛 噢嚕! 有些人是不好的 消除行人路口或十字路口20英尺內的視覺障礙 例如車輛等 就會使司機的視野變得廣闊 並且能夠清楚地看到行人 這項安全措施 其實在三藩市田德隆區 已經實施了一段時間 當局在行人路口安置一排鐵柱 防止車輛停泊 但在新設日落區 一些居民表示 這項適用於全加州的新法例 不實用 因為它會減少泊車位 而日落區的車位非常短缺 片段顯示 新設的住宅區 有多部車輛停泊在路口 而在新法例之下 這些車主都會被視為為例泊車 這項法案由代表南灣 Milpeters一帶的州眾議員李天明提出 去年由州長簽署 雖然新法例已經實施 但在一年內 民眾都不會因為觸犯這條法例 而收到罰單 當局只會給予警告 但從2025年開始 違規停泊在路口就會收到罰單 26台記者張晴鳳報導